你能用爸爸 你耍他的话 他老是死了 他还能得到什么 来死了还能有什么 还有比身材下去更重要的吗 季女士 是这样 您的心情我多少也能够理解一些 但是我觉得您现在的处理方式 我不是很能理解 您看您一边放狠话 说只要您救儿子我就跟你离婚 你离了婚也是自己带着一个女儿 他如果去救宋小 我们讲一句最不恰当的话 他真的身体就不好了 你也是自己照顾女儿 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有可能你选择后者 就是救了一条生命 你怎么能对一个生命这么冷淡 他是半官说 咋说 我就是他对 你就是自私 我就是自私 咋做吧 终究看来 季朝美不让丈夫给宋小配行军审的原因 是怕给这个前妻的儿子军了审之后 会影响到亲生女儿的未来 难道 季朝美真的是一个自私 狠心的后马 她真的能看着宋小离家出走 自生自灭 现在宋小不见了 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这不懂 那您试着去找过他吗 我还去找他 我住里喝几天都没有人玩 他是个病人啊 您四肢健全 带着孩子 自己主动离家出走 我是个病人 送到病康 他可不是一个病人 都不玩 那他当然是要照顾病弱的人啊 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是您自己主动走的 他去找你 不顾生了重病的儿子 他如果是宅 如果是干完后的话 我能不起走他 那您知不知道宋小为什么走呢 知不知道 有没有想过跟你有关系吗 没想过 那您现在想一想 您觉得他走跟你有关系吗 他不愿意去治疗了 不愿意做偷袭了 自从你带着他妹妹走了之后 他内心里想的事我也知不到 他的死活 实际上你该为你 又不挂在心上 我收到五个天的 我只是挂你挂你 其余的我少不挂了 我也挂不了 我要没那个能力 你有能力 你自挂的去挂 季女士你嫁给宋先生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个儿子吗 有 知道 那您知道他既然有个儿子 你也知道嫁给他之后的生活 你必定要一起来照顾这个儿子 是吗 那您觉得您这个后妈当的怎么样 我没想到这一步 没有这一步之前呢 没有这一步之前我会照顾他的 你觉得你跟宋小相处的怎么样 在他生病之前 不这么好 为什么不好 哎呦 这个后妈太难当了 你有好也没有好 反正你疼到他也卡不家 不疼到他也 反正他爸爸就卡到眼里 你只是一百个后一万个后都不说 无法刷了这个后妈 假之就是无法当 嗯 我说人事他病里有人去能照顾他 我病里没有人管我 嗯 干什么话说都没有人管 他能管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的确也看到 我们的记者要求奶奶带着我们一起去找你 奶奶也不愿意带我们去找 你觉得为什么 他给他奶奶的关系也不好 吃得不好 跟婆婆也吃得不好 干脆他奶奶吃得不好是因为 只存在我们家里要一家恨 他奶奶就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知道吧 那你又把他放在那里压定了吗 我哪里对不住他吗 你说我哪里对不住他 我给他没衣裳 给他没扎面 没球骨 没网子 你说我哪里对不住他 你问你 他奶奶哪里对着我 我不看他一般家事 你又不是知不得 他奶奶一直照顾着宋宵 也一直 小姑娘下去什么的 他也一直照顾小姑娘 这就对得起咱们这个家庭 你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婚是吗 是啊 为什么 因为多方面的原因 这个雷也有好处 也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你不能总看见自己 我跟你们什么什么 那你不看看自己的缺点呢 您觉得你母亲对她有什么成见呢 母亲对她的成见 就是觉得她对那宋宵不好 觉得她对宋宵不好 其他方面呢 其他方面没有 某点就在宋宵的时候 她某点天在宋宵的时候 咱着一见婚人就说我是个骗子 我骗子什么 你看你恰奇老鞋闹着 我都听你话 你那真是斗听突说 说你是个骗子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她总觉得我是个骗子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惊人介绍 惊人介绍 惊女士您之前有过婚姻吗 有 也有过 那后来为什么分开了 表情过的 那您当时愿意娶她的时候 您看中了她身上 什么可贵的地方呢 她的性格挺加强的 性格 性格 什么样的性格 她性格就是 她想做什么事 她一切放百戒一定会做成 您看您当初欣赏她这样的性格 她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性格 您怎么又不欣赏了呢 现在恰恰到 儿子能不能生财下去 这是个大问题 季朝美把反对丈夫给儿子配性的原因 归咎于她和宋小相处的种种难处 归咎于她后妈的身份 更归咎于十一年前 她嫁行宋家时 被婆婆轻视和重伤的往事 但即便是这样 今天在面对一个被自己养育了十一年的祭祀 面临死亡的威胁 季朝美真的要狠心地做事不管吗